我最近身體就好很多了 因為之前做完手術 其實元氣就超級大傷 經歷過呼吸的階段 可能去過廁所也喘氣的階段 經歷了幾個月後慢慢跳舞 然後我又下街跑步 特意鍛鍊身體後 現在氣已經順了很多 但我覺得完全未好完 因為體能沒有以前那麼好 而且氣是沒有一年前那麼好 但我覺得隨著時間過去 已經好很多 之後繼續做多些運動 去鍛鍊心肺就好了 會的 例如要拍一些很激烈的 跑來跑去 會有一點影響 就可能要遷就 不能像以前那樣 很瘋狂的 其實已經拍了第二季回來 剛剛 可以說嗎 可以說的嗎 剛剛上一個月已經拍了第二季回來 都試了很多我本身想玩的東西 因為這次第二季 跟導演熟了 因為導演開始了解我喜歡什麼東西 所以他這次是特意 因為他當作新訂做了很多東西給我 很刺激 因為他覺得我應該要玩多些刺激的東西 我覺得這次的企劃也挺大膽 除了吃、買、玩、玩也挺瘋的 其實做了太多我人生 真的未試過 還有 總之很激烈 大家一定要看 我劇透一個是我 一見到已經覺得自己不可能做到 然後 經歷了一段辛酸之後 我就爆哭 因為真的很恐怖 然後我完成了之後 是覺得自己竟然完成了 是很心驚膽戰的 好像快要死 真的快要死 好恐怖的 看到他們在拍攝也心驚膽戰 然後連攝影師 回到重播的時候 他特意WhatsApp我 他說 我覺得你可以完成到 真的很瘋 如果是他一定不行 我新歌星之形 正如其名 星是甚麼形狀 相信大家都知道 星是五隻角 但我覺得星不一定是五隻角 因為大家通常會定型了 一顆星是怎樣的 一個明星是怎樣的 大家心裏都有特定的形象 我覺得大家通常都會覺得 會是漂亮 然後身材很好 總之一定不是我這個樣子 但我這首歌 想說其實 每個人都有大家自己會發光的地方 我心目中的星 就是會吸收世界的所有 好像星之形 我又要說星之形 其實是來自於星之卡比 星之卡比 就是因為它會吸收世間 不論是正能量的 它會吸收負能量 可能一些世間的人 對你的批評 吸收下去之後 你將它轉化 變成自己的東西 就是星的形狀 所以星的形狀 就是取決於我們自己 到底怎樣去定型 一顆星 新上市來說 其實我最近 這是我這一年 我想量度一個節目 我想量度一個15集的節目 因為我自己是蠻喜歡想法 或者試一些新的東西的人 我很想看看能否有些新的想法 例如日本冠軍企劃 我都有參與去量度 或者前陣子Chill Club的頒獎禮 有一個項目都是我寫提案 向公司推銷的 我自己比較喜歡創造一些東西 然後去實行 所以就少少貪心地 想試試看能否寫到一個 15集的節目的提案 我第一次想到的 我覺得是語音輸入 因為我是一個很懶打字 我以前很不喜歡用WhatsApp 因為我真的很不喜歡這樣 但現在有語音之後 我真的會多了用這些社交媒體 可能我真的太難了 我經常覺得用 還有我覺得文字 你跟別人溝通的時候 沒有那個語氣 然後現在有語音輸入 你可以直接就 雖然錄不到我的語氣 可能也要靠Emoji 但起碼方便很多 你打一篇 可能你以前需要花兩分鐘的時間 但現在可能一分鐘也不用 但這個問題對我來說 有少少卡的 就是因為我有懶音 有卡又不卡 卡就是我不斷 也無法解釋我 說什麼 最後還是要打字 但另一件事 就是讓我知道自己有懶音 原來我的音是讀錯了 譬如我 說話比說 我還是有語音輸入 才知道原來我 說 極都說不到我想說的東西 好 A和B 還有C,D,F,G,C就是N,CT 可回答很多 C是N,CT D是YoAsobi E是New Jins ABCD E,E F F想跟Tinashe 要數真的要很久 又想跟Justin Bieber 又想跟世界各地的所有人 可不可以全唱A和B 都說Way 星之形 先生 然後選擇面具 還可以跟Alfred一起去 還有哪一首 還有Nine Shake 還有所有歌 突然想變成生活體驗的真人show 因為我可以再給一個機會 自己去不同的國家體驗一下 想去非洲 最新一期PCM已經出來了 Coverface 又WinWin 楊安來 大家一定要多多支持